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她后来跟我说 她以前也是一般牙医 后来她才转成专科的医师 这绝对是练习 绝对是练习 不可能很嫩的一个牙医 她就可以有这样的身手 不可能 而且我跟你講 他有這個本事他才可以吃這行飯 因為他弄完的時候 他又照了 兩三張的X光 然後他立刻做對照 他立刻對照給你看 那還真的 他就真的吃這個專科的飯 那你就不比不知道 你一比那真的是沒話講 然後你就會覺得太為觀止 X光就照出來的這裡面的管線 這麼樣的清楚 他剛才那邊把他弄什麼東西 居然就 就照出來變那樣子 是不是 你不知道的不是他不知道 是你沒有他的知識 你當然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用你的小腦袋刮 去想他的技術 這重點 所以每一個人 你要得到優異的成績 你要練一遍 練十遍 練一百遍 練一萬遍 那是你的選擇 但是在那個剎那間 他坐在那個椅子上 要做這樣子的手術的時候 他做出來 他名正言順的 做他的整科醫生 他做不出來或做出問題 我告訴你 這種醫生很容易被人家告的 你知道嗎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就是你在老虎嘴巴旁邊拔毛 你還要有訓練過的 訓練完 你能拔到一根毛 就代表你專業 你覺得你專不專業 哪一方面 在你的專科上 你不確定你專不專業 你就去找老虎拔根毛看看 不是要你真跑去拔老虎毛 要怎樣 真的跑去動物園 真的進去看怎麼拔 你要回去看著你的工作 你有多熟練 多專業 多到位 我問你 我怎麼會認識那個醫生 這個是 學員介紹給我的 學員介紹給我的 要嘛就是別人介紹給他的 要嘛就是他自己的經驗 所以 這個醫生才會生意那麼好 我進去的時候 我還以為裡面是趕集的 就是一個醫生 怎麼會那麼多人坐在那邊等 而且還是專科 專科怎麼會那麼多人 去看他那個東西 真的 不好意思 人家是 巴不得趕快看 但是生意太好 在那邊外面等等 你能不能夠搞定 這件事情 就會影響著 你在這件事情上 你的本能熟練與否 是還是不是 是的 你能不能夠 這個寒窗虎毒 好好練習 達成你的火候 來面對你人生的挑戰 然後變成所謂的專業 變成你 抬頭挺胸做對的事情 不過你 紅神聰的job可以這樣做 修行是不是應該這樣 是的 也是這樣啊 所以當你了解的時候 你會知道 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 你做到了 做對了 做準了 自然而然就對應到 你就有了 對不對 不求自得了 他就形成了 你 你 你 做了 這件事 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